3.A.I.B.A. 開始 開始! 現在主要音樂老師上課的登陸影成本 記起來 扣分 今天講一題 要放什麼 比我牧羽 等一下 下課去檢查 看一下第六題 第六題 所以他的題目是怎麼說的 小型彈簧製作師 若要機械性質、放挖強度、韌性堅複的時候 下列合走材料 所以他這個其實就是在烤彈簧材料 它抄起來 你們知道什麼是彈簧嗎 彈簧 彈簧的材料 我自己看到嗎 我們再考慘話才來 我們看MBC豬的選項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他說A是細蒙鋼線 B是油灰火線 C是獨秀鋼線 豬是琴鋼線 所以題答案 我們要做小型彈簧 好 小心 他有沒有沒彈簧啊 我們用的騎士的材料 有沒彈簧喔 這好 你跟雞有耶 等一下然後噴片 你怎麼抓不到啦 你也知道 真的假的 小型彈簧 他用的材料 這隻彈簧選出 請 有一些大技術的概念了解一下 有沒有人知道彈簧的英文怎麼講 你們的英文老師是誰 沒有,沒有英文老師 Hondoです 你看你是不是去外面的課 一年級有英文課 沒有 真的沒有 好啦,那我再告訴你 來,彈簧的英文就是這樣 S-E-R-I-N-G 有沒有人會念 Cabrit 對,沒錯 送,送一個餅蛋 等一下下課到老師辦公室哪 人用叫春天 人用都發明,是不是要在上天上 也叫彈簧嗎 大家知道的是春天 來,他媽才叫什麼 來,他媽才叫什麼 來,來幫你們看 這個不錯 彈簧要 目的就是要緩衝 吸收震動的能量對不對 現在你們有那個 騎機車 以前騎機車是不會有不秀 不秀就是彈簧過來的 避震器喔 對 沒錯 等一下我會講到避震器 你們知道汽車的避震器跟機車的避震器用的不一樣 Andrew Tenmin 氣車的 你真的有概念沒辦法 你怎麼知道 你有修過 你爬下去修嗎 你有手有的到,你修ب 你好厲害 opic 好厲害 你真的很有概念 這位同學 汽車齁 如果我們去那個底下 它會坐在那個轉動軸 輪子 那旁邊會有那個 它長得像這樣 好像是這樣 我從側面嘛 長得像這樣 就會這樣不秀不秀 對啊 對啊 它有點彎的對不對 它是這樣行 都是彎的 對 像這樣子 汽車底下的那種彈簧 它怎麼叫做 鐵板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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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板 鐵板 短型彈簧 這叫 短型彈簧 不錯喔 將來你們長大都在買車 對不對 男人就要對自己修車 你知道嗎 要去修車 至少要懂車 懂得地區保養廠 才不會被騙 對不對 好 那請問 彈簧 如果要用得 不久 還是你希望用得不久 但你希望用得越久越好 對不對 所以 重點 就是 我們會要求 它 有很好的強度 一個好的彈簧 如果它是good 好的彈簧 我們會要求它的長度強度 要好 還有耐久度 耐久 可以用很久 對不對 你買個機車用個彈簧 可以很久 那這樣呢 這兩個東西呢 就會 我們會要求它的一些機械性能 要比較好 比如說 我們會要求它有很高的 什麼東西 叫做 彈性限度 我們會要求它有一個好的 或很高的彈性限度 你講這個專業一點 像老師 因為知道 我去汽車廠廠 那個師父跟他聊 他都不敢給我多收錢 我說 你用的輪胎是怎麼樣 你用的機械是怎樣 你的工法是怎麼樣 你的機械強度 哇 我就講一些 所以我借了 不能 Panel 這就是 機械網 他知道 他知道 他跟你說說你不知道 他什麼是機械彈性限度 他都不知道 蛤 塞屋 你不知道彈性限度喔 彈性限度就是 要叫彈性極限啊 你不知道金屬材料 彈性限 我就有時候跟他聊 他就知道我 還要好 抗拉強度 抗拉強度也要 彈性限度 彈性限度好嗎 你用的是什麼鋼啊 焚鋼還是鋪鋸鋼還是什麼 對 好 疲勞強度也要很好 還有耐衝激性 所以 他有 一 二 疲勞強度 這東西 金屬的比你老強度也要 good 好了 這東西記起來 是 還有耐衝擊 這些 你把它記起來 現在齁 很多人 啊 不學無術 都會騙你喔 你知道的越多 你知道 像我去修 他就 他就補兵了 來來來來 就說我做回答 不要不要 好了 我就開始跟他聊這個 欸 就知道 那接下來老師要介紹一些彈簧的材料的分類嗎 你這樣可以順便到處理 啊 這個分類 做彈簧的哪些材料 你這個都可以講 用在生活中 第一類 第一類 第一類叫做 碳鋼或 合金鋼 碳鋼 或者是 合金鋼 合金鋼 碳鋼和合金鋼 那碳鋼和合金鋼裡面 就有不同的材料喔 一種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情鋼線 等一下你們會說老師這個會不會考 不會啊 就考出來了 這個我們叫做A 情鋼線 B 啊 B我叫做 油尾火線 這都是選項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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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做 不鏽鋼線 來 不鏽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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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不鏽鋼線 不鏽鋼線 各 就是 這是細蒙鋼 細蒙鋼這次選項是有嗎? 有啊,所以老師介紹一下 這幾個,好 除了碳鋼,合金鋼可以作為彈簧的材料 我們也可以用非鐵金屬合金鋼 二,非鐵金屬合金 我要寫來喔 非鐵金屬合金 非鐵金屬合金有哪一些呢? 有 這個比較細,這個比較少保 但是知道一下 知識就是力量 把你表背 將來出社會 你嘴巴有沒有東西 肚子裡有沒有東西 人家跟你聊得知道了 對 我們看那個氣質 對不對 然後去呢 去這個修正常 聊聊聊 有時候我不講 我是請教的意思 欸你怎麼修 你可以選擇講或不講 或揭露自己的身份 真實身份 一個叫年輕某 知道一下 這個就比較少 少烤 這就比較稀呢 好吧 但是這個比較常烤 這少烤 這少烤 啊 因為就比較細 比較鑽一點 第二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叫皮紅 這個注定很多人 會唸 皮紅 啊 皮 它也是我們 金屬元素中心表裡面 比較少見的金屬 C 它叫做 孟納爾金 好 再來是豬 啊 豬 我們叫做 陰高 孟納爾金 啊 現在全部講完 等一下告訴你 重點段 啊 啊 不是很重要的 不過 會很快的代表 一 是 涅槓和金剛 涅槓和金剛 好的 再來 最後呢 是第三類 啊 這是橡皮 橡皮 橡皮彈簧 S V R I NG 我們就少寫中文啦 我們就寫橡皮 好 接下來我們就一一介紹 那 其實這個比較少高 但是這個比較生活中常見 所以稍微要跟你們介紹一下 第一個 來 第一個 琴鋼線 剛才老師說過了 又叫鋼琴線 啊 琴鋼線 不用講的 但是我把重要的跟你們寫上去 齁 琴鋼線 又叫鋼琴線 它用的是高碳彈簧鋼 所以它的碳很多 碳很多 碳很多 碳越多 越硬 對不對 強度越強 越碳 所以像去中綱 你們是不是有戶外參訪 有沒有去中綱 有 對不對 中綱就是滑 身體 身體的含碳量高 對不對 所以 琴鋼線 或叫鋼琴線 都可以 它含碳是很高的 再來 琴鋼線的 機械性質 不錯 燙拉長度也很大 韌性也不錯 它是用小型彈簧的最佳材料 所以它是小型彈簧 所以把小型彈簧 只要強調一下 小型彈簧 好 因為它很精細 對不對 所以你想想看 你只要想到鋼琴 鋼琴是不是一個很細緻的樂器 對 好 你想到這個東西叫Piano B-I-O-A-N-O-Piano 是不是很細緻的感覺 就要記得它就是小型 精緻 如果想到鋼琴 你們去Piano bar 我想到它很精緻 很高雅 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用比較精細的小型彈簧 就會用琴鋼琴做 或者鋼琴線做 你用這種方式去記 記起來 套數你方法去記 就是很功能 好再來 第二個介紹 游回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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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碳量 也差不多 也是0.6到0.7% 但裡面有含猛 有猛 這個金屬 它的強度高 但是 疲勞 這個耐疲勞性 沒那麼好 沒有辦法耐疲勞 很容易 這個貪慌就疲勞了 沒辦法回復了 疲勞差 易疲勞 這樣子好了 易疲勞 油回火線 容易疲勞 就像我們人 常常吃鹹酥雞 油炸瓶 身體還容易疲勞 真的 因為你的代謝就變差了 你的腸胃都被油包住了 所以像最近那個誰 小胖 叫什麼 人為人 50歲 就摔一刀 摔一腳 就 好像快要 危險 有沒有 聽說醫生說把他救回來 你們看他歌唱節目 他當然要評審 聽說救回來可能會半生不睡 各位同學你們現在才20幾歲 我希望你們是健康一點 不要50歲就 就拜拜了 你50歲 我們還很健康的活著 這樣 哇 好吧 我希望看到你們健康的 我到八九十歲 好吧 那油回火線 比較適合用在哪方面呢 適合做成螺旋彈簧 適合做成螺旋彈簧 螺旋彈簧 螺旋彈簧 來我把螺旋畫一下給你們看 螺旋長得像這樣 對不對 螺旋彈簧 螺旋彈簧 最常見了 最廣為使用 你們有沒有吃過一種旋轉的 螺旋片 螺旋圈 好吧 怎麼會發出 我吃過這種 然後去炸 一串起來 加起來會沒有 所以看到油回火線 看到這個油 我就想到 油炸的彈簧 油炸跟洋芋圈 我就想到 螺旋彈簧 都是用油回火線 所以考試如果跟你說 螺旋彈簧 螺旋彈簧 是用什麼材料 那你就會選 你就想 啊油回火線 黃老師有教導 哇 我有印象 就是這樣去記喔 好吧 你要對我連連想法 再來不鏽鋼線 不鏽鋼線 這個我們常見 我們希望他不鏽鋼 那其實還是會生鏽 不過他會形成一個 很勢力的氧化層 來保護 對不對 所以像不鏽鋼 你們知道他材料是什麼嗎 你們常常家裡都有不鏽鋼 你知道材料是什麼嗎 不鏽鋼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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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個 個 個 嗯 嗯 捏 對不對 有個 所以像我們都在度個四條 有沒有 我們買汽車前面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水箱前面擋板 對不對 對 對 吳修鋼 對 吳修鋼 SUS 你們有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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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有沒有說 對啊 個 捏 有沒有 18%的個 8%的捏 對啊 我們胸鋼都是可以個捏 對不對 你看 嗯 像我這 不鏽鋼是鐵硬硬硬硬是大 鍍鋼式條 車子 不鏽鋼呢 這個我們會用在比較容易抗腐蝕的一個環境 啊 潮濕啊 或室外 容易有腐蝕的地方 我們就會用這種彈簧來做 用這種材料來做彈簧 所以你要記住 像是室外 或者是 啊 易腐蝕的地方 我們就會用不鏽鋼 易腐蝕 的地方 我們就會用不鏽鋼 室外 易腐蝕的地方 你就會用不鏽鋼 現做彈簧 不鏽 當然就是為了要看腐蝕 不鏽就是不生鏽嘛 那麼這個地方要不生鏽 我就讓它看腐蝕 所以 不鏽鋼 不鏽鋼的材料 我會順便跟你講 不鏽鋼的材料 那給你補充一下 這個在機械材料裡面有 然後這一大便的信心 啾啾啾啾 牽過來 那不鏽鋼 就是 天 個 你 對不對 有些人喜歡 你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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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機?來,我教你機 我畫個飛機 飛機 飛機 飛機要飛向哪邊? 飛向各四面八方,對不對? 要飛向各方 飛向各方 他叫做氣友 所以你看到各方 這個各 考試如果所出 飛機領域就看到飛 飛向各方 就想到各方 可以做彈簧 飛機 請您用的就是各方 做彈簧 再來 四方 序 再結束 序 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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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就是介紹他的用途 各方 各方講錯了 應該是一系統 剛剛才對 應該是系統 對 哇,看到這個系統 我就覺得他很猛 對不對 很猛 你把他這個 去看清澈嗎? 系統剛 都會用在 猛的概念 所以就會讓你覺得他是用在 大型 大型 彈簧 追夢 就會覺得他是很大師 對不對 大型彈簧 哪些地方可以看到大型彈簧 欸 舉個例子 車子 有沒有大車 有沒有 有沒有 有的那種彈簧 電是用 大型的 床 有沒有 大床 大型彈簧 這樣 欸 記起來喔 所以只要給他問你說 欸 大型彈簧 一般用什麼 材料來做 彈簧 就要說 行 就其實最關鍵字 摩 對不對 就這樣 就這樣要到這裡喔 太多了 這是太多了 這個 哪個很多 18 不到這樣而已啊 我也在寫 我也在寫 你就喜歡自虐而已 沒有 你不會 好 就到這裡 所以我們今天喔 那像這個其他的 非鐵金屬合金喔 零金銅啊 T銅啊 猛納合金啊 應該這個 其實還不是很重 就很細 再來就是像你做的彈 比較容易參考的是這個 欸 我就跟你講 啊 好不好 就到這裡 嗯 嗯 好 好 那我們就到這裡 今天就講到這裡 來 不要害怕 好 待會我們就要檢查 我不出現了 不用收看 不見就沒辦法了 好 好 謝謝 謝謝